台湾中选会上周五才刚公告罢免韩国瑜投票日定于6月6号举行 罢韩团体及绿营锣鼓喧天马上发动文宣攻势 却不料48小时内风云变色 台海军敦目线队发生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蔡当局防疫神话破灭 也让高喊疫情趋缓尽速召开定期大会的高雄绿军使鸡嘴变压嘴 上周五罢韩热度在岛内被迅速吵起 短短两天就自动被舰队疫情新闻排挤 罢韩悄然无声了 由于台海军大本营在高雄 敦目线队700多名官兵有近半驻在高雄 让南台完成重灾区 韩国瑜20号一早8点多就戴上了N95口罩 视察确诊官兵去过的地点消毒工作 除了市政亦有与罢免案直求对决的意味 另一方面有一征许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的 现任律委赵天明原本计划20号 赴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登记参选主委 但疫情爆发后低调请助理代为登记 之后又通知媒体取消 民进党高雄市议会党团日前 鉴于台湾防疫工作有成 连几日零确诊 使进一步要求议会取消 4月22号至24号的临时会 改以定期大会方式进行 高雄市议会程序委员会 以防疫为重做出短期临时会决定 被绿营骂到臭头 直呼蓝军鞋席次优势护航韩国瑜 如今台舰队疫情爆开 恐怕会让绿营及霸函团体 在战术运用上重新调整 4月22号开始 高雄市议会将召开三天临时会 韩国瑜按道理应进议会背询 并向市民报告防疫进度 但是敦目舰队染疫滋事体大 且足迹遍布全高雄这件事 恐怕让蓝绿在政治攻防上有所逆转 韩国瑜的政治生命 霸汉运动及新冠肺炎 不知不觉在这两天交织出一张 史无前例的联动蜘蛛网 放眼台湾政治历程 恐怕韩国瑜又将写下另一项记录 韩国瑜会不会是 是九命怪猫能有惊无险的度过这次来势汹汹的霸汗 还有待观察 新华两安 快乐乐评 我是帅兵 再会